历代至下 第22章 耶路撒冷的居民立了约兰的小儿子雅哈谢接续他做王 因为那些和阿拉伯人同来公营的匪徒 把雅哈谢的哥哥全都杀了 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雅哈谢就做了王 雅哈谢登基的时候是22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的母亲名叫雅他利亚 是案例的孙女 雅哈谢也随从雅哈家的道路 因为他母亲教唆他行恶 他行依和华看为恶的事 好像雅哈家一样 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以后 雅哈家的人就教唆他 好使他灭亡 他随从了他们的计谋 和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约兰 一同到激烈的拉末去 和雅兰王哈薛交战 雅兰人急伤了约兰 于是约兰回到耶色列去 医治他在拉末和雅兰王交战的时候 所受的伤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 因雅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就下到耶色列去看他 雅哈谢去见约兰就遇了害 这原是出于神 因为他去到以后 就和约兰一同出去攻击宁室的孙子 耶护 这耶护就是耶和华所告的 我要除灭雅哈家 耶护讨伐雅哈家的罪的时候 遇见了犹大的众领袖和雅哈谢的兄弟的儿子 他们都是侍候雅哈谢的 耶护把他们都杀了 耶护追寻雅哈谢 那时雅哈谢躲藏在桑玛利亚 有人捉住他 把他带到耶护那里 耶护就杀了他 却把他埋葬了 因为他们说 他是约沙法的孙子 这约沙法是一心寻求耶和华的 这样 雅哈谢的家 没有一人有能力 可以保持王权的 雅哈谢的母亲 雅他利亚见自己的儿子死了 就起来杀进犹大家中所有王族的后裔 但是 王的女儿约士巴 把雅哈谢的儿子约阿师 从那些将要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 约兰王的女儿约士巴 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 把约阿师收藏起来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被亚他利亚杀死 因为约士巴是雅哈谢的妹妹 约阿师和他们在神的殿里 一同躲藏了六年 那时 亚他利亚统治犹大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